你喜欢玩哪个 跟大家说一个不幸的消息 小蓝宝走了 晚上临睡前 我去看他 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早上起来 发现他 已经回喵心了 其实因为小蓝宝的这个身体 我们也有 他会比别的猫寿命短的心理准备 但怎么也没想到 前两天我们还在商量 等天再暖和一些 带他去一楼住短时间 让他在小院里晒晒太阳 住着康复锻炼 好了 就这样吧 蓝宝 埋在了山上 有花草树木 陪你做伴 刚刚给你踩的小花 放在了你的身上 这是四周的花草树木 你身旁有一条小沟 平时下雨还能流点水 让你听着 让你能听到流水的声音 这里还有鸟叫 让你 让你的身边 显得没有那么寂静 蓝宝 你愿意来吃 托成一只健康的猫 好好的生活 再也没有痛苦 让你 我 想去 你 好好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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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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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对不起 没有把你照顾好 摘尖了 懒貌